第85集 因为方便,段嘉许直接把车子开到机场,本想中途把桑智送回学校,但他又想要送他,段嘉许也没拦着。 路上,他联系了个靠谱的代价,到机场后,便陪着他一块儿等司机过来。 他做事不紧不慢的,一点都不着急,倒是桑智觉得慌,拽着他往机场里走,别等了,等会儿赶不及了。 段嘉许顺着他的力道走,笑着说,还早。 桑智,我送你去过安检,然后再出来,师父应该就到了。 段嘉许想了想,没反对,行,劳动节,我会回家的,不用你过来。 桑智走在他旁边,慢吞吞地说着,还有,我刚在网上给你买了一箱吃的,应该明天就能到。 好,你不要老是吃外卖,别因为自己一个人就懒得弄。 你有空可以去我家里吃饭,如果你一个人不好意思,你就叫上我哥一块去。 段嘉许觉得好笑,到了能嫁人的年纪,就开始学人带小孩了。 什么叫带小孩? 桑智瞅他,我这是在照顾我家的老人。 文言,段嘉许的眉梢一扬,似乎并不太在意他的话。 嗯?老不老什么的? 没什么所谓。 是你家的就行。 等段嘉许过了安检,桑智看不到他的背影时,他便出了机场。 师傅恰好也到了,桑智跟他打了声招呼,而后上了车。 他打开微信,跟段嘉许说了一声。 桑智退出跟他的聊天窗,百无聊赖地往下扫了眼。 注意到施小雨十分钟前发了一条消息过来。 施小雨,你今天见到姜影了吗? 桑智犹豫地回了个嗯。 施小雨,她刚刚打电话一直跟我哭,也不说发生了什么。 施小雨,最近她的情绪不太好,如果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我替她跟你们道个歉。 桑智瞬间懂了,大概是因为姜影那边问不出来,所以来问她,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桑智言简一概道,我们刚好路过,看到她被一个女人打骂,没别的事了。 她没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那头沉默好片刻。 施小雨,好的,我知道了。 谢谢你告诉我。 施小雨替姜影解释,这个跟她没什么关系的,是她继父那边的事情,她妈妈也准备离婚了。 桑智不太关心这个,又回了个嗯。 施小雨,哎,我觉得挺莫名其妙的。 虽然能理解那家人的心情,但这样就有点过了吧,跟姜影又没什么关系。 她跟她继父也不亲。 这次桑智没回复。 施小雨,以前是姜影没想通,因为这个,她也过得很不好,这十几年都过得不开心。 朋友没几个,最近因为这个事儿,她想开了一些,以后应该不会再去找你男朋友了。 施小雨,但可能还是做不到原谅。 桑智真的不明白,她来跟自己说这么多干什么。 她盯着屏幕看了半赏,气笑了,不用原谅。 桑智,不需要,把另一个人犯下的罪,强加于段嘉许的身上,最后还施舍般的给了一句不会再骚扰。 但也无法原谅。 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仁慈,很大度。 段嘉许没错任何事情,所以也不需要那份本该属于其他人的原谅。 她从不主动生事,只想远离这些事情,得到不公的待遇,也从不为自己争取些什么。 只想让自己的生活步入正轨。 桑智,这些事情,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了。 我跟江颖并不熟悉,也并不好奇她发生过什么事情。 桑智,还有,我知道她是受害者。 桑智,但也不单单只有她是受害者。 随后,桑智放下手机,网窗外看。 她想起了她在生日那天,随口说出的愿望。 希望世界和平,希望世界上,再无活在阴暗角落里的犯罪者。 希望他们在犯罪之前,能再三考虑这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会同时伤害了多少个家庭。 希望他们能考虑一下,自己的家人,会因为他们的行为,过上怎样的生活。 如果这个愿望太大,那么,桑智希望,有一天,所有人都能把犯罪者和犯罪者的亲属,区分开来。 桑智提前买了五一回去的机票,却没能派上用场。 因为在四月即将过去的某个夜里,段志成去世了,直到离世前,她都没能睁开眼。 她的人生,只剩下撞了人之后的惊慌失措,这辈子都无法弥补的罪。 以及对家人的亏欠和遗憾,再无其他。 接到电话的时候,段家许极为平静。 因为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到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她的心情甚至没什么起伏,订了最近的航班,回了一河。 一下飞机,段家许便给桑智打了个电话。 两人在医院门口碰面。 桑智过去握住她的手,嘴唇动了动,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也只憋出了四个字,我陪着你。 段家许轻轻嗡了声。 进了太平间,段家许的目光定在其中一个被白布盖上的人上。 她盯着牌子上的段智诚三字,走了过去,动作缓慢地把白布扯下来。 露出了段智诚已经变得僵硬,又无血色的脸。 段家许收回手,情绪很淡,恭喜你。 直到死,都不用去面对你所犯下的罪。 段家许思考了下,低声说,你如果见到妈了,就不要再去找她了吧。 别再害她了,让她过点好日子。 说完,段家许垂下眼眸,盯着段智诚的脸。 感觉也没什么话要再跟她说,很快便把白布拉了回去。 段家许撇头看桑智,走吧,去办手续。 桑智抬起头,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注意着她的表情,替她觉得难过。 又因为她的平静有些不知所措。 她凑过去,再次主动牵住她。 怎么这表情? 段家许温和道,没事,我不难过。 毕竟已经过了爱做梦的年纪了。 也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奇迹并没有那么多。 希望段智诚能够醒来,却也明白,这个可能性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两人出了太平间。 桑智乎地停下步子,朝她张开双手,抱抱。 段家许一愣,顺从地弯下腰,抱住她。 她能感觉到,她的手倾拍着她的背,喃喃低语着。 我不能跟你说,没关系。 因为,不可能会觉得没关系。 但我能陪你一块难过,所有事情都能陪着你。 桑智说,你不用自己强撑着。 希望你能因此,觉得不那么难熬。 听着她的话,段家许唇角的弧度见收。 像是在想什么事情,她垂下眼睫,呼地喊她,直指。 嗯,我是不是真的年纪太大了? 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说这个,但桑智还是认真的否认。 没有。 段家许的喉结上下滑了滑,仿佛在抑制着什么情绪。 半晌后,才似有若无地冒出了句。 那我怎么,爸妈都没了呀? 桑智的鼻子发酸,抱着她的力道加重。 她的眼尾泛红,忍着话里的哽咽,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我陪着你。 我有的,都给你。 我所获得的所有温暖,也全部都给你。 我给你一个承诺,好不好? 桑智说,我们以后会有一个家的,我会陪你到很久以后。 我的家人,也会成为你的家人。 嗯,段家许诞生重复,我们,会有一个家。 桑智摸了摸她的脑袋,学着她之前的语气,认真而又郑重地说着,别人有的东西。 我们家许也都会有的。 段家许笑了出声,声音有些沙哑。 好,那些无法摆脱,又割舍不掉的过去。 在这一刻,像是随着段志成的离开。 终于,彻底地过去了。 七月中旬,桑智的暑期到来。 一结束最后一门考试,桑智便坐车去了机场,回到南无。 隔天一早,她被段家许叫出去,到市区一个刚开盘的小区看房子。 两人看了样板间。 三房二厅二位,外加一个小阳台。 空间不算太大,一百多平,格局和附近的环境都挺好。 所有一切,都挺完美,就是价钱让人有点难以接受。 怕中介听到,桑智凑近她的耳朵,提醒道,这个好贵。 我家直直打算用来藏交的房子,段家许学着她用气音说话,听起来懒懒的,买便宜了。 她可能就不好意思拿出手了。 哥哥还等着被藏呢。 桑智皱眉,买个两房的,七八十平就行了。 小孩,这是结婚用的房子。 段家许说,一间咱俩,还有一间要留给我家小孩的小孩。 桑智很正经,那不就是两间? 再弄个书房吧。 段家许眉眼一台,声音悠悠的,一有所指道,哥哥还没试过在书房。 他没把剩下的话说完,但暗示的意味格外明显。 桑智咬咬牙,伸手去掐她的脸。 段家许忍不住笑出声,胸腔震动着。 她的眼睛弯成漂亮的月眼,没再开玩笑,又问,所以喜不喜欢这套。 桑智又看了周围一眼,指一个字,贵。 嗯,那就这套。 段家许之前就来看过,觉得挺合适,一直没定下,也是想问问桑智的想法。 我跟中介说一声,改天咱拿上证件再过来买。 桑智没再说什么? 出了寿楼布,桑智忍不住说,你怎么? 段家许,嗯? 桑智嘀咕道,就,长得还挺帅的。 段家许笑,然后呢? 脾气也还行。 嗯,学历和工作能力都挺好。 怎么了? 然后现在,桑智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有点不平衡,又觉得自己像是毫无用处。 还挺有钱。 段家许反应过来,漫不经心地补充,身材也挺好。 桑智不想让他过于自负,忍不住吐槽,身材明明一般。 听到这话,段家许把视线挪到他身上,一般。 段家许,行,干嘛? 毕竟我靠色相吃饭。 段家许伸手,挠了挠他的下巴,散漫道,看来得努力一下了。 两人上了车。 桑智看了眼手机,随口道,你把我送到上安那边吧,今天高中同学聚会,我说好腰过去的。 段家许,今晚在你家吃饭。 我知道,我妈跟我说了。 桑智说,我下午就回去,跟他们吃个午饭,然后说会儿话,也不待多久。 嗯,段家许把他送到上安广场,而后到桑智家附近的超市里逛了圈,买了点东西,便往桑智家去。 因为是周末,桑荣和黎平都在家。 他坐在客厅里,跟他们聊了会儿天,随后跟着黎平进了厨房,给他打下手。 过了好一会儿,黎平往晚贵看了眼。 哎,家许,你帮我去纸纸的房间里,把一个盘子拿出来。 他昨天拿回房间吃宵夜,我忘了收了。 段家许点头,好。 他打开水龙头,洗了洗手,转身进了桑智的房间里。 这房间,很多年前,段家许也进来过一次。 那个时候,小姑娘紧张地把他扯进去,用焦虑万分的语气问他,能不能冒充他哥哥去帮他见老师。 过了那么多年,房间里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空间不大,一床一桌一个衣柜,也没别的大件家具。 不止小巧温馨,整体色调偏暖,大部分装饰都用的淡粉色。 被子凌乱地散在床上,旁边还零星掉了几件衣服。 段家许下意识过去帮他把东西捡起来,顺带把被子折好。 他的眼眸一抬,瞥见床上的几个布偶。 全是他送的。 书桌上放的许多小玩意,还有边上的化妆包、书包,都是那么多年,他锁在他生活里。 留下的痕迹。 段家许走到书桌旁,正想把盘子拿起来的时候,突然注意到旁边的绘画本。 他的唇角扯了扯,漫不经心地拿起来,翻了几页。 下一秒,从里头掉出了一张纸。 段家许目光一顿,顺势往下看,瞬间注意到上面的内容。 我的梦想,一考上颐和大学,二段家许。 上边的字迹至嫩至极,纸张有些褶皱,泛了黄,有些年代感。 第二个梦想,被人用黑色的水笔涂掉,力道很重,纸张都被刮开了写。 却还是能清晰地看出,上边写的是哪三个字? 段家许将在原地,两久后,才慢慢地拿起了那张纸。 他抬起头,视线一挪,定在窗台上的牛奶瓶上。 里边放着满满的纸星星。 他走了过去,也拿起了那个牛奶瓶,用纸腹轻轻抹撒着。 桑志到家的时候,刚过五点。 只有黎平在客厅,此时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听到动静,他看了过来,随口道,回来了。 桑志点头,也问,家许哥过来了吗? 嗯,他帮妈妈在厨房忙了一下午,刚去你哥房间休息了。 黎平说,也差不多了,你去叫他出来,准备一下吃饭了。 桑志应了声好,小跑着往桑岩的房间去。 跟段嘉许,他没什么顾忌,直接抓住门,把推开门,瞬间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男人。 他懒散地靠在椅背上,手里燃着根烟,此时正低眼看着手机。 穿着白衬衫西装裤,细碎的头发散落额前。 房间光线很暗,他的模样显得隐隐绰绰。 下一刻,段嘉许抬起了眼,模样惊艳又勾人,格外熟悉的一个场面。 像是回到,多年前的那个午后。 年少时的桑志,因为满腹的心事,莽撞又着急地打开了这扇门。 然后,见到了二十岁的段嘉许。 那个所有方面都出众,总是玩事不恭的大男孩。 对待任何事情都漫不经心,像是不在意任何事情。 对于他所有荒唐的举止,也都能面不改色地应对下来。 温柔却又冷淡,耀眼而又夺目。 是在这暗淡的光里,怎么都藏不住的一个宝藏。 桑志撞入了他的世界。 也让这个男人,占据了自己整个青春期。 是他那时候的渴望,却不可得。 桑志有些恍惚,愣愣地站在原地。 历史像是在重演,如那时候那般,段嘉许又垂下眼,将烟暗灭,而后起身将窗打开。 可和那时候又有些不同,因为下一秒,他朝他伸了手。 过来。 桑志没说什么,乖乖走了过去。 与此同时,段嘉许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扯进怀里。 他贴近他的耳侧,声音低哑,你是。 他停顿了下,认真又清晰地把话说完。 我此生唯一所愿。 桑志抬起头,与他对上视线。 他抿了抿唇,喉尖一梗。 在这一瞬间,桑志回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自己。 那时候,竭尽全力藏住的所有心思,不受控制小心翼翼地靠近,跟任何人都不敢说的。 甜蜜又酸涩的秘密。 曾一个人歇斯底里地大哭,将所有的回忆藏进箱子里,将那所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一一滑掉,当作不存在那般,也曾催眠般的自言自语,哽咽着重复着我不会再喜欢你了。 一字一句,字字清晰。 却还是在再次遇见他的同时,溃不成军。 那些深刻的,无法释怀的暗恋,想偷偷藏在心里一辈子,不让任何人发现的心事。 到最后,却成了想藏也藏不住的东西。 在此刻,似乎都不必要再藏。 因为,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从某一刻开始,也把他当成了,唯一的梦想。 郑文丸 郑文丸